高雄有一名车主把机车停在住家的骑楼 隔天早上发现机车倒地而且都是刮痕 掉出了监视器发现 有一名男子以此喝醉酒之后乱踹车 但是后他竟然拍拍屁股就走 让车主气炸 出锅修车费用要7000块 现在也公布了画面要来骑凶 明晨三点多 男子摇摇晃晃过马路 见了骑楼像是找到救星 整个人贪软爬在机车上 但借别人的车先一会儿 接下来又是怎么回事 双脚乱踢乱踹 越踹越大力 整台机车被踹倒 男子竟然拍拍屁股走人 车主一早醒来气炸 下楼查看爱车全是刮痕 车壳擦伤 刹车拉杆毁损 出估车子维修费得要7000元 调出监视器发现是人为 根本不认识对方 事发在6号凌晨3点多 出脚踹车男子以色喝醉 徒步走过马路犯案 虽没车牌能掌握 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警方掌握涉嫌人乱踹别人的车 涉及毁损 是罪到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还是无聊当有趣 都得为自己这一脚负起责任 记者萧志远高雄报道